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师傅你好 弟子跟师傅请安 嗯 请讲 师傅我想帮同修问几个问题 同修问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就是梦见自来水放出来是黑色的水 是什么意思呢 不好啊 会有麻烦 会有麻烦的 嗯 是有麻烦的 没麻烦吗 好的 感谢师傅 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求菩萨见证某位法师念的小房子的质量 然后晚上做梦的时候 他把一串新鲜的葡萄给余老板了 请师傅解梦 给余老板是吧 嗯 对 把新鲜的葡萄给余老板了 就是验证小房子的质量 嗯 嗯 很好 嗯 嗯 很好 好 感谢师傅慈悲开始 嗯 还有同修想请问 就是无色界边的天人和超脱六道的瑞寿 嗯 哪个境界更高呢 无色界的天人和什么 超脱六道的瑞寿 你说呢 我问你啊 一个已经超脱六道了 对不对啊 超脱六道的境界 当然比无色界高了 无色界还是在色界的上面啊 听不懂啊 嗯 那他为什么到了四圣道和极乐世界之后 他们还是那个瑞寿生呢 是菩萨为了帮他们消夜 然后让他们就是可以当作季 然后来消夜吗 完全正确 我告诉你 因为他在人生修行的方法行为不一样 所以他修成的果位也不一样 听得懂了吗 举个简单例子 嗯 我们在人间都是读学校毕业 对不对啊 对 你可以在一个学校里 大家都是高材生 你在这个学校也是最高材生 他在那个学校最高材生 但是你别忘记 一个是军官学校 出来就是军官的高材生 一个是士兵学校 出来就是士兵的高材生 听懂了吗 嗯 那你在人间你所修的道 所学的法 你所做的事情 那你本身就是沿着你自己所修的一个方向在走 那么很多人呢 在人间呢 不动脑子的 不念经的 整天呢 就是做善事 帮助别人 付出很多的辛劳 这种人上去 一辈子没做过坏事 一辈子都是在帮助别人 最后上去门瑞寿呀 那么有些人在人间 他天天的在帮助别人 在开悟别人 在开导别人 在做菩萨的事情 你说他上去不就菩萨吗 嗯 听懂了吗 那就是各种道上去的 你就是瑞寿 都有 也不一定是天道的 对吗 是不是 对 都有啊 你看阿修罗道也有很多瑞寿的呀 没有办法的呀 因为你在人间所有的修为 和你上辈子的根基 加在一起 形成了最后一个果 这个果报就是证明 你有的人是不动脑筋的修成的 听得懂了吗 你有的是动脑筋的 懂佛法佛理的修成 和不懂佛法佛理的修成 到了天上 果位都不一样的 嗯 你在人间帮人 你到天上 你照样是驮着菩萨呀 去度人的啊 你也是帮菩萨呀 不一样啊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师傅 当然师傅慈悲开示 嗯 还有一个就是 同修他那个 呃 他的问题是工作之余 他销售了一款直销的保健品 然后他求菩萨指点他 是否可以继续销售这款产品 然后他做梦 然后梦到洗了一大盘的勺子 然后又在一个大盘里去洗手 请师傅解梦 他洗了一大盘的勺子是不是啊 嗯 对 然后自己又去洗手了 对不对啊 对 叫他不要做呀 不要做 啊 洗手不干了还不懂啊 嗯嗯 明白了师傅 这么多的勺子 本来都是 对他很有利益的 但是全部都是弄脏了呀 不弄脏怎么会去洗呢 把朋友全弄掉了呀 这还不懂啊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反正师傅慈悲开示 嗯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同修 他的孩子过世了 然后马上要到七七四十九天了 然后他做梦梦到孩子手脚冰凉 脸色苍白 但是又复活了 嗯 请问师傅是孩子要投胎了 还是来找他要债 要债 这种复活嘛 就是鬼 鬼来了呀 来到他的身上 嗯 所以为什么西方有个叫复活节了 他不单单讲耶稣或佛 他还讲了很多的很多的那种灵界的东西 护佛呀 就是复活呀 听得懂了 嗯 他现在就是第二次怀孕了 刚刚一个月左右 那他就是还是要给刚才就是第一个过世的孩子 就是继续念小房子超度的嘛 要超度 我告诉你 也有可能 他如果怀孕的话 也有可能这么一个 有一个就是就是不好的灵性 到了他的孩子身上了呀 就是怀孕了呀 嗯 那他就是在念 给自己名字的那个孩子 对啊 在念多少张啊 要好好念的 要精彩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同修 他请问 他求菩萨验证 结缘法师的小房子 以后梦到 小房子的方框里面 不是点好的小红点 而是一行行的文字 接着梦到桌子上 有一个剥去皮的熟栗子 看到了里面的果人 请师父解梦 这个应该是好梦 不管怎么说 看到小栗子都是好梦 好的好的 应该说 应该说要叫他 等待一段时间之后 他才会运程转好 这个梦 嗯 他是验证小房子的质量 小房子的质量是吧 对对对 那是剥去什么 剥去 剥去了那个 就是有一个剥去皮的 一个熟栗子 看到里面有那个果人 熟栗子 我还以为舍栗子呢 哎 熟栗子 还是师父 熟栗子 对对对 剥去皮的熟栗子 那还是 还是成功的 这个 这个至少 这个小房子有 质量不稍微有点问题 但是还是 所以可以用的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呃 就是还有个同修 他梦到去参加法会 呃 有同修 让 让我 让他 让我们全家帮忙 把18只活的鸭子 带回 共修族 给负责人 这个同修 感觉很不舒服 全家已经 许愿吃醋 很多年 不想帮忙 带活的鸭子 呃 父母担心 不帮忙带的话 负责人会生气 请师父解这个梦 哪个负责人啊 嗯 共修 嗯 带回共修族 给共修族的负责人 就有其他同修 呃 让这个师兄 他们全家帮忙 买18只 不要带啊 不要带啊 做梦啊 就是梦里面 梦里面 梦里 就是他们 他们有不干净的情况 不干净 嗯 呃 是谁不干净 师父 就是说 叫他带 带那个带鸭子的 那些同修不干净啊 嗯 哦 那就提醒他们一下 对啊 一定要跟他们讲的 嗯 哦 好的好的 呃 感恩师父 此为了开始 嗯 稍等 呃 师父 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那个 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分享 嗯 我想就是 就是你读一下 然后是那个女娃娘娘的开始 然后里面的一些 呃 内容 想请师父 就是验证一下 然后看一下大家 是不是就是可以这么做 可以吗 先讲吧 嗯 比较长 嗯 就是嗯 这个有一个弟子问 他说心灵法门的重弟子 和重信众 如何许愿可以让心灵法门 早日回家呢 然后女娃娘娘答 你们多求求玉帝菩萨吧 他同管三界 不是他不管你们 你们要人多心奇才行 呃 你们现在有一千万的信众 在修行心灵法门 如果有过半以上的信众 能在春节和元旦上头香的时候 祈求玉帝菩萨慈悲开恩 让心灵法门早日回家 心灵法门进入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真究实究之人太少了 现在末法时期 能真信佛菩萨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你师父受观世音菩萨之托 简化给你们看 你们真信的又有多少啊 人经不起难以成事 所以就出现了阻碍重头 魔障趁机而入毁正法 然后弟子接着问 你挖菩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你挖菩萨开始 难啊 因果菩萨都动不了 一个人的心愿和愿力 只有这个人能做主 任何外力都很难成就 但是若悟性开了 自然愿力就会强 愿力是靠功德的 功德成就愿力 愿力成就佛果啊 对你们来说 不要求你们做佛了 就先把人做做好 很多人都很难 学佛了 多少人还在做畜生事 做鬼事啊 不怕报应啊 末法时期 引人向善难啊 弟子问那怎么办呢 你挖娘娘开始 清理门户 以后抬高 修习心理法门盒 做弟子的门槛 很多人必须受苦 他们不受苦 就不会彻底悔改 人就是这个毛病 弟子问 女挖菩萨慈悲 放生可以感动天地 现在天时太紧 我们需要加速去做 让正法早日回家 放生可以改变这个果吗 女挖娘娘开始 放生确实可以促成 清理法门早日回家 这个数量 恐怕你们难以承受得了 要一万万条鱼 一千万条鱼 菩萨慈悲 我再确认一下 是一万万条鱼吗 对 放生一亿 菩萨随意 你可记得 放生确实可以促成 清理法门早日回家 这个数量 恐怕你们难以承受得了 你们如果能放生这么多 这样自然能快速促成 清理法门进入中国 人知其太山仪 可听到过吗 听到过 现在就是考验你们的时候了 弟子问 我们除了求玉帝菩萨 还要求其他菩萨吗 女挖娘娘开始 不用了 你们把玉帝菩萨求求好 就不错了 他同管三界 但是你要知道 即便是同管三界 也是要以礼服人 不是硬派给别人做什么事的 你明白吗 你们清理法门的很多弟子 不严守 诗归 被很多人抓住把柄不放 他也没办法 你明白吗 明白了 弟子问 女挖菩萨 我们每天的功课中 加念哪些经文 念之前如何祈求 可以帮助清理法门早日回家呢 答 你觉得呢 是不是准提神咒 对的 你们每天可以念21遍 49遍准提神咒 也可以烧送准提神咒的自修经文 此经文能量特别强 可帮助念经者欣赏事成 你们的心愿和心念特别重要 你明白吗 明白了 那我们念之前如何祈求呢 就说 请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心灵法门早日回家即可 你们念此经文 护法菩萨就会体察念经人的愿力 并进行记录 上报御地菩萨给你们设立的部门 该部门会定期统计你们心灵法门所有弟子 以信众的言行举止并进行汇总 一段指标达成 心灵法门将破除阻碍 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我知道你想知道指标都是什么 现在指标没有完全确定出来呢 正在统计 统计完后会分类整理 然后便辨出来指标跟你们人间差不多 要先把所有情况统计一下 看看哪些关键 然后大家研讨出几个考核你们法门本身 及弟子和信众的指标 到时候就要开始考核了 估计完全整顿好 要春节过后了 以后你们法门将越来越正规 天地人将对你们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明白吗 弟子问除了许愿念经放生之外 还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可以加快信仪法门进入中华大地 来地势救民 利益中华子孙呢 你跟阿娘娘答 你们要做啊 落实到行为中 让其他人一看就是不一样 就是好 谁都说不出什么 你们就成功了 就你们几个人怎么行啊 要都好好做才行 学佛就要有个学佛人的样子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们要做啊 落实到行为中 让其他人一看就是不一样 就是好 谁都说不出什么 你们就成功了 要你们几个人怎么行 要都好好做人才行 师傅是这个开始 读完了 读完了 对的 前面 请师傅验证一下 然后你看一下里面 就是这些做法 我们都可以这样做吗 师傅 师傅现在碰到这些情况很多 我也不想验证 因为呢 你如果验证说 不是的呢 也是对人家有打击 如果你说是的话呢 他接下来又编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了 万一这次是真的下次是假的 你就搞也搞不清楚了 所以呢 我想呢 是这样情况 第一要看整个问答的这个正能量 如果这是正能量的话 对你们大家都有帮助 对不对啊 你就可以作为自己的一些体会 你可以作为自己的体会 去告诉别人 这个没什么不好的 但是不希望 作为一个东方在电台认可的东西在群里散发 听得懂吗 哦 好吧 好 感恩师傅起来开始 我还想问几个问题 就是请问一个人初一出生 之后初一往生 这有什么说法吗 初一出生的话 初一往生的话 应该说这个人还是比较圆满的 他的一生应该还能回得去 人家说从初一出生的话 或者初十五出生的话 这个人一定有佛缘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干恩师傅 还有就是之前师傅点话 一位女同修 她的脑子弄了 然后她回家就梦见 一个裸体的婴儿 在她脑袋里 她拼命要拉出这个婴儿 但是从额头处 只拉出婴儿的一条腿 其他部分怎么也拉不出来 然后梦里对婴儿说 给二十一张 然后就醒了 请问师傅 她脑子不干净 是不是跟她身上有打开的孩子 或流产的 这个胚胎有关系呢 完全正确 哦 脑子不干净是什么事情 你还不知道啊 脑子不干净 就是这种勾携姿势呀 听不懂啊 对 好了 听得懂师傅 嗯 好了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梦见 在超市里 说要给每桶奶粉上面 都贴上一张小房子 请问师傅是什么意思 呃 再讲一遍 在超市什么 就是 她梦见在超市 嗯 说要给每桶奶粉上面 都贴上一张小房子 哦 哈哈 小澳大利亚 小澳大利亚 真的在抢购奶粉 很多华人 华人都在抢购奶粉 贴上小房子 叫他们自律一点呐 真的 叫他们自律啊 不要不要 是她生活当中的事情 关于奶粉 这个要自律 对吗 对啊 就是不要去赚这种钱呐 再还不懂啊 这个钱 有业障的 所以贴小房子们就是 叫他们不要去赚这种钱呀 那天台长在台长在商场里 有一个女的跑过来问我 啊 你是华人吗 哎呀 你能帮我个忙吗 帮我带买两桶奶粉好吗 你看看看 都有啊 一个英国 在澳大利亚规定 一个人只能买两桶了 对 好了 好 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 还有就是 同修他想问 就是他有的人 就是他确实是没有条件 只能够在晚上十点钟以后 回家念心经 往生咒 师傅之前说 不能念 但是他们实在是没有条件 请问如果一定要念的话 念的时候如何保护自己呢 跟菩萨讲呀 先念大悲咒欺骗 然后再跟菩萨讲 好吧 我没条件 我只能这么念 好了 好的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 师傅在巴化福尔中讲到 今天人家对你好 你去接受了 你就种下了这个因 接下来你就麻烦了 人家小女孩对你好 你接受了 你就种下这个因 接下来你就长寿果了 同修请问 亲朋好友之间 有人对他好 他应该用怎样的一种心态 接受别人对他好 而不产生因果 不产生因果 就是不要去动邪念呀 嗯 你记住了 人家对你好 你长辈对你好 可以不了 同学之间对你好 可以不了 你不要去动这种邪念们 就好了吗 好的 听不懂啊 听不懂啊 很多人就是的 眼睛们给人家来一下了 哎呦 拍人家一下了 这些全部都是因果啊 嗯 听懂了吗 哎呦 人家对你好了 谢谢你啊 哎呦 感恩你啊 好啊 你就闯过了 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傅 感恩师傅 慈悲开示 嗯 还有就是今天晚上 呃 就是晚上同学在上晚上的时候 在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能够顺利的参加师父的那个法会 然后他在求菩萨 因为他怕先生知道他去参加法会不高兴 会不会对佛台不利 需不需要把菩萨像收起来保管 他请求菩萨给他一个梦境 然后呢 他就是睡着了梦了 做了一个梦 梦中有很多人 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红色的布在那里乱挥舞 他过去以后说 怎么可以把那么恶心的东西弄来来弄人家 他就把他接过来发现是一条比较脏旧的红内裤就丢掉了 请问这个梦跟这个师兄祈求菩萨这个有关系吗 他需要把菩萨像收起来保管吗 应该啊 应该收起来 应该收起来 说明 说明他的佛台这里还是有 有不好的气场啊 听不懂啊 嗯 所以 好的 保护起来比较好一点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还有一位就是有位师兄 说他自己有大神通 说关世音菩萨叫他在人间 找关世音菩萨的三十二位化身 他说他找到了玉皇大帝的七个女儿 还建了个群 把他认为找到的人拉进来 让别人在他群里读白号佛法 说自己可以用自己的大神通加持大家 几年前他告诉A同修 说A同修也是关世音菩萨三十二化身之一 A同修当时没有理会 前几天这位师兄又给A同修打电话 重提此事 声称自己没有修篇 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说修篇了不啦 嗯 你说呢 我认为都是不可以说自己有神通的 对你问问看师父讲不啦 人家说师父是谁谁谁 你看我承认不啦 嗯师父只是下降 啊 这还不懂啊 这还不懂啊 嗯 怎么可以乱讲话啦 嗯 自己说自己是 自己说自己是大菩萨 大佛啊 大佛啊 都是有问题的 听得懂吧 听得懂 你这个人不能乱讲话的 你你 哎呦 菩萨叫你来找这个找那个 你瞎搞了 你在人间 这是不在捣乱的 嗯 听不懂啊 嗯 听得懂师父 刚才师父 嗯 还有一个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有一位师兄他属牛 呃 牛跟马犯冲 然后他今天他今年是369 前段时间他脚摔了一下 摔的时间正好是与他犯冲的马的时辰 请问师父 当我们逢369 有节的时候 是不是与我们属相犯冲的时辰 也比较会容易让我们出事呢 那当然了 是这样的 犯冲的时辰 犯冲的属相都会出事的呀 嗯 嗯 听不懂啊 听懂了师父 嗯 很麻烦的 所以你看马跟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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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跟马 是不是太好的呀 在一起嘛就是苦呀 所以人家说做牛做马呀 对不对 牛马不如啊 哈哈 就这样 嗯 嗯 好的好的 那师父我的没有问题了 嗯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谢谢师父再见 同学自己夜战自己背 好再见再见 嗯 喂你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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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 你再不接电话 啊就把电话挂了 而道计师开始了 五 四 三 二 野 你到底接不接电话 哦 哦 师父你好 嗯 感恩关心一下 师父 你听得到吗 听得到 嗯 哦 感恩 我们待会再关心一下 感恩师父 嗯 对不起 师父 嗯 稍等一会 嗯 弟子先做一个分享 就是同修分享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就解决了他三十多年的口臭困扰 同修修习佛法大约四年 灵验世纪不断一直得到佛菩萨的照顾 无限感恩 同修一直以为口臭是无法根治的 直到有一天 看了一位佛友的分享 他运用念经许愿放生治愈了小孩的口臭 感到特别震惊 也想试试 同修不知自己口臭的根源 感觉应该是和自己谐音有关 他在十一月初 有一天散香时 同修向佛菩萨懺悔自己口臭的业障和谐音的业障 也许愿痛改前非 脑子干净不再看邪音的东西 和在佛科现身说法 让更多的人相信佛法 相信佛菩萨 在几天后 刷牙十五口时 吐出了几颗绿豆斑大小米白色的东西 同修捏了一下 味道奇臭无比 接下来的几天也陆续磕了几颗出来 他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东西叫扁桃体结石 是造成他口臭的原因 在十一月尾 同修感觉口臭改善了很多 为了更快去除口臭 上网查看如何去除扁桃体结石 知道了方法 却找不出来 同修就诚心诚意的跟菩萨懺悔 念礼佛大懺悔文时 祈求佛菩萨帮助去除扁桃体结石 在接下来的几天早上 又陆续磕出来一些扁桃体结石 体积小了很多 感觉很良好 十二月七日的晚餐后 同修又意外的挖出了两颗体积笔绿豆 大两倍的扁桃体结石 从那次漱口以后 感觉口气清晰无比 感恩观信菩萨 感恩师父 也希望同修们多多忏悔 亲近声口译 严守声口译 不再犯谐疑 感恩师父 分享完了 我告诉你 从你这个分享当中 师父可以告诉你们一个道理 口臭并不代表完全都是谐疑 但是有谐疑的人一定口臭 听懂了吗 听懂了 我告诉你 脏了 里边脏了 听得懂了吗 凡是男性荷尔蒙和女性荷尔蒙 比较旺盛的人 口发嘴巴都臭的 好了 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 就是从这个分享到 就知道那个念礼佛大忏悔文 就特别好 诚心忏悔 就是真的能够清净我们的身口译 特别好 什么都能清净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就是感恩师父 这个有一个同修 他对一个学佛的领悟 就是想在那个录音稍微分享一下 如果说有什么不如理不如法 请师父就是慈悲指责 他对那个 感恩师父 他对那个凡本归缘和慈戒的关系的一个理解 他说在学佛 是为了凡本归缘 在修词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持戒 佛陀涅盘前和他的众弟子说 以戒为师 白话佛法里说 戒是无上菩提本 师父也明确讲持戒越严明 越容易 明心见性 在修行过程中 我们也都在慢慢的通过 持全数 受持五戒 感觉到了持戒 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干净了 但仍然没有办法透彻的理解 为什么持戒越严明 越容易明心见性 他有一个理解 他说 从人到佛 是有从有到无的逆向回归本源的过程 人因为有念头 才生出欲望 欲望产生执着 执着 只身烦恼 反过来想断烦恼 要先破无名 减少欲望 亲近念头 从身口意全方位的持戒 持戒是从人间不断递增的欲望 物质 情感 向相反方向不断递减的过程 有形的东西越少 越接近佛性 持戒越严明 越容易明心见性 持全数 清修 受持五戒 都是在身和口 方面在递减 六度中的不失 是在不断减少人间所拥有的物质 忍辱 是在不断地递减我们的不良情绪 精进 是在递减人生中的散漫懈怠 常定 是在递减人的杂念 散乱 般若 是已经递减到空的无善智慧 诸佛菩萨的无念 无智 无德 无心 亦无限 但我们从杂念 纷飞到无念 从执着己见到无知 从贪无厌足到无德 从难舍人间情爱到无心 从有限的肉身到无限的佛制 是很难直接跨越的 需要我们将人间的很多放下舍弃 这种递减的过程 难度和跨度极大 所以师父很着急 因为正确的理念 需要不断地在生活中反复实践 散念散行 需要在修行中不断地积累 我们需要时间 我们需要时间才能达到量变 到质变的飞跃 而无常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并肩赛跑 想要于事修成 需要极大的愿力 持戒和忍耐力 在放下一切利益得失的过程中 在经历爱情 亲情的生离死别时 在承受诡谤 无辱的种种不公食 需要吃很多苦 精神上的苦 肉体上的苦 吃苦 就是在聊我们的树叶 吃尽苦中苦 方德常成佛 感恩师父 好了 他里面还有真相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跟师父 读一下 基本上差不多了 好了 好的 好的 当然师父 就是给师兄们帮忙分享这个事情 就希望说通过他的分享 能够让大家意识到白化佛法真的很重要 就是他从白化佛法里面 就是领悟到 就是佛菩萨的那种智慧空性 然后那种无碍 功高我慢 他觉得他是谁啊 他还从白化佛法里面 他只能说点滴的体会告诉大家 他领悟呢 领悟的话他就是等于悟出来了 领悟就能师父跟他讲 哦你有悟性 你领悟了 自己只能说我一些体会 然后他们把师给我写信 给我写体会都写 我的一些学佛体会 也不能说不敢说自己的领悟啊 哦哦好 对不起师父 知道了 这种人你要记住了 时刻要当心的 不能不能让他过分的 过分膨胀的话 那以后就会骄傲了 麻烦了 哦 好了 好好好的 感谢师父 师父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但是最后想跟师父说 对不起啊 就是那天师父说我之后啊 师父就 对弟子当时就许 二十一遍礼佛 忏悔 然后在那个快念 我二十一遍礼佛的时候 给菩萨磕头 然后就出现一个画面 就有个人跟我说 他说师父只出来了 你就得念一百零八遍 然后后面我就许了 一百零八遍礼佛 然后后面就知道 自己错在哪了 感谢师父慈悲 对不起师父 讲你们毛病吧 好好改 听得懂吧 好了 听得懂 然后也是 就是有一个师兄 他也是分享 他说 他说就是那天 师父在节目里面 就是说 说他说来这里 不好好念经 然后打电话 他说好神奇 他说师父那天 讲了他之后 他说他本来 一天念不了 七张小房子的 但是他那天念出了 七张小房子 就是特别神奇 感谢师父 你要记住 师父凡是讲谁 总是有加持的 听得懂吧 好了 好感谢师父 师父您多保重身体 然后也有师兄说 希望师父能够尽量的 就是能够注意晚上的 就是十一点到一点的 时间休息 还有白天的 十一点到一点的 时间休息 感谢师父 好再见 感谢师父 师父那您 您都保重 我先挂了 感谢师父 感谢菩萨 感谢护法菩萨 看 喂 您好 您好 师父好 请讲 请讲 喂 师父 请讲 喂 听到吗 听到 请讲 呃 一直给师父请安 喂 师父 请讲 听到吗 呃 师父 呃 前几天的时候 我梦里有一个意念 跟我说了一句话 说超度走这五个孩子 呃 我就祝你一事修成 师父这个这个梦里 这个梦境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你还有五个孩子 没有超度走啊 哦 听不懂啊 就是说你把这个夜还了 你五个孩子的夜还了 你很 就是比较容易能够一事修成了 听不懂啊 哦 听得懂师父 那这个是多少小房子的概念呢 我是一下子去 五个孩子的话 最多嘛 也就是四十九张一个人呢 哦 这个必须要配礼 和大餐会们一起念 五个人嘛 五五 二十五 两百五十张呀 最多了 哦哦 感恩 感恩师父 离开是 师父啊 那么念完小房子之后 灵性多久才能离开呢 要看他 有的当场离开的也有啊 当场离开 有的嘛 他来 离开了他又来了 他每个人不一样的 那那他是拿到 比如说给学员 给他多少张 四十九张小房子 呃 你没给他 他可以暂时走 但是他还会回来 你给了他拿 拿完了他就走了 这跟人间一样啊 你欠人家钱 对不对啊 他没拿到钱 他不走的呀 他可以说 我过几天再来找你 你就这样 真的懂吗 哦 哦哦哦 哦 行 懂了 懂了 师父 感恩师父 这里开始 师父 关于这个莲花的位置的高低 它是和境界有关呢 还是和功德有关呢 跟功德跟境界都有关 那那是不是自己努力 消业之后再拜师 这个种上这个莲花 会更高一些 对 对 那那这个 这个莲花位置种上之后 它会 它会改变吗 莲花位置种上之后会改变 当然会改变 哦 那这个莲花的大小 和位置的高低 它和 它和这个功德 还有境界 是怎样一个关系 就师父开始一下 你再讲一遍 你想问什么 就是 莲花位置的高低 和这个莲花的大小 它与这个 功德与境界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 我问你 我问你 我问你大菩萨境界高不了 高 好了 它们位置高不了 高 它们莲花大不了 大 什么关系了 还不知道 地增关系不懂啊 境界越高 功德越高 越大 那么这个人的位置越高啊 这还不懂啊 哦 懂了懂了 师父 懂了 师父 嗯 我这边有个佛友 他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就是比较有阻碍 他在上香的时候 就跟菩萨说 然后呢 就接到了 泰山圣母 陛下园君的开示 在这里我想跟师父分享一下 嗯 陛下园君 开始 修行确实不易 你们已深有体会 园君告知你们一妙法 看开放下 你的修行之路也就顺畅多了 你们这些凡人大桌都放不下 说的好听 放下放下 你们有几人能放下 家庭 孩子事业等等 你们都没有真心放下 我陛下园君都看在眼里 必然你们修行之路是艰辛无比的 你们若放下 私会解脱 莫要感激于我 感谢你们的师父就是了 护持心灵法门是我的责任 奉御帝之母 掌管南战部州 我希望南战部州的子民安居乐业 可是末法时期到了 天灾人祸不断 等我泰山者 络绎不绝 我奶奶看在眼里 末法时期 魔藏四起 众生太苦 唯有学佛修心 才能加以解脱 每年登山者 都有所求 成心者奶奶 必定买其心愿 我更喜欢 你们心灵法门的孩子 你们来泰山 我处避 逢避生辉 佛光普照 我再次重申 心灵法门是正法 你们结缘心灵法门 是你们己事所修之缘分 你们这些弟子 要好好跟着你们人间的师父 卢君洪台掌修 莫要再深怀疑 你们的师父 我敬佩有加 我会护持心灵法门 让心灵法门在人间弘法顺利 救助有缘众生 你们的师父不容易 没有你们师父 你们这条修行之路可就难了 你们要紧跟你们师父的步伐 不然很难超脱 在我泰山之上 有多少修行者 一百年的道行也难以超脱 你们心灵法门的这些佛弟子 有福了 遇见你们这个师父 一定要好好地修啊 我援君看到不经济的 心灵法门弟子 真的是很为你们惋惜 你们这一世的福报 缘分 让你们找到了这样的师父 如若不好好修 你们就会在人间一世一世的轮回 很难再遇到这么好的师父 我陛下援君是站在局外 给你们心灵法门的这些弟子开示 要珍惜 要珍惜啊 我受御计之命 做心灵法门的督导菩萨 顺势荣幸 心灵法门是如此之好的法门 每位菩萨都会护持 心灵法门在人间 调化众生为首刃 末法时期天灾人祸不断 众生很难找到解脱之路 天时应孕而生 心灵法门诞生 心灵法门是 观世音菩萨讲管 卢君红寿命弘扬 末法时期能闻到如此好的法门 那也是不一样 玉帝派我为心灵法门的 督导菩萨 我自会信心尽力护持 只要在我管辖范围之内 我也会保佑你们这些佛弟子和家人 以后 如今弘师父法会 我会带领 护法菩萨心灵法会现场护持 给更多心灵法门的弟子 一个良好的学佛环境 师父 我分享完了 菩萨 这菩萨就是菩萨 人家泰山 这个老母 他就是一种高境界的思维 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心灵要正 做人为人要正 心灵要正 要感恩 学会感恩 你看这么多菩萨都在护持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更应该感恩才对 明白了吗 是的 明白了师父 感恩师父 我们一定好好的努力 做好红法利生的事 努力放下对人间的一切执着 好好跟着师父 分析当下的缘分 好好修 感恩师父 我没有问题了 感恩师父 好 谢谢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全意问答 生活中的问题 烦恼 奇怪的梦境 风水 均可在此得到回答 请收听 卢君洪台长的 全意问答节目 好 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 今天是2018年的 12月23号星期天 农历是11月17号 那么今天呢 是阿弥陀佛的圣诞日 那我们怀念这位伟大的菩萨 能够这么大慈大悲的 拥有这个 用自己的愿力呢 显化出一个西方俱乐世界 让我们去离苦得乐 好 感恩 下面就开始解答 听众没问题 你好 感觉师傅 那天 上个礼拜我打进来的 听到吗 听到 讲吧 听到 讲吧 然后 然后他们发现他们去那边去教他们念经 后来发现那位妈妈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那件事情 就是上个月 上个月前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弟弟 把他的 呃 妹妹造成那件事情 然后他们去到那边是发现不舒服 然后回去 因为是他的妈妈怀孕的 这样子 我听都听不懂你讲什么 然后 听不懂你讲什么 听不懂你讲什么 啊 啊 就是说 我们就是 呃 我这里是新加坡 那我的 另外一个同事是缅甸人 然后他就是叫 呃 呃 他的妈妈带他们去 就是 他们去 缅甸的观念堂 就是可能叫他念经什么的 那是两天后的时候 对 后来他们 呃 去到那边发现他妈妈不舒服 后来是说他妈妈已经怀孕了 嗯 肚子怀孕了 啊 然后不懂怎么就回去了 可是 呃 只是就高 到一个 段落 可是 啊 也我们也是没有说 呃 就是说 反而是变成 这位 缅甸的同修的妈妈 各天去那边 反而他们 他们 他的妈妈 已经镀成他妈妈念经了 就是说他妈妈 本来生不出孩子 是不是啦 不是 那时候是他的 就是 他的妈妈是 现在是说 呃 那位 那位 被 发生火灾的 被烧死的 那个 的妈妈 去带路面说 他不舒服 后来去医院检查 说他已经 刚刚怀孕 谁被烧死了啦 谁被烧死了啦 他都讲不清楚 哎 呃 就是 他是三更以前 就是他的 对哥哥 不小心 不小心 就是晚上点灯 点油灯 然后把他妹妹 烧死了 因为他妹妹在睡觉 把他妹妹烧死了 把他妹妹烧死了 他哥哥把他妹妹烧死了 结果他妈妈去 对 你把他接受到观音堂去了 对 你来进 拖了头之后 他妈妈又怀孕了 对不对啦 是是是 所以就增加了 他的信心 是不是啦 呃 增加信心 后来 我们 就是 呃 这些 有些同学 呃 就是我 这边 我是新加坡那 呃 缅甸同学的妈妈 他们叫他去 然后有 有 这些缅甸同学 他很好 他说他们很好 叫他念经什么 已经交代他 反而过了 各个天以后 他的 这新加坡的同学的 的妈妈 去观念堂 反而是他的妈妈 同学的妈妈 要念经 要修复 嗯 一样 每个人有缘分的 有时候去度人家 这个度的人 不一定成功 度人的人 反而自己有缘分的 这个没有什么细情 好了 对对 我看你的思维 思维不大好啊 你这好好念 你证心啊 对对 可能是严重的 关系吧 对啊 对啊 对对 就是缘分的 听不懂啊 对吧 对对对 呃 然后他们 他的妈妈说 呃 很很开心 就是能够呃 回到 这个 这个 火把 嗯 嗯 啊 师父你可以看 你说 那 那是我打来说 呃 我想要做 活动 可 哪个方面可以 比较 做生意了 你你先好好的把经念念好了 我看你 我看你搞都搞不清楚 话都讲不清楚 思维一堆混乱 你这样的话你还能念经啊 杂念纷飞 开玩笑 开玩笑 开玩笑的 你不急 哦 这样啊 就呃 好好念经啊 不要看了 不要看了 念得好的话 菩萨就会保佑你 有求必应的 好的师父 请问师父 那个呃 如果我要做 一些小生意 应该做 哪一方面啊 像你这种脑子 你说你能做什么生意啊 搞都搞不清楚的 讲话都讲不清楚 我已经跟你说了 一个人成功 在于他的思维 在于他的头脑 你现在好好念经啊 把自己弄得 开悟一点啊 听不懂啊 应该电话很小声 听不到 哦 听不到 下次再打吧 好了 那呃 还有呃 可以不可以呃 因为现在我的孩子 每次叫他们念经 他们现在啊 不是 没 很早念经 可以不可以加持他们 让他们 要有信心 让他们自己 要自己努力的 你要记住了 师父加持也是一时的 主要靠 你要经常让他们看 师父的 那个新的那个DVD啊 还有过去的那些 那些书啊 还有看看白话佛法啊 要经常 让他们接受这方面的教育 听不懂啊 对 嗯 他们有乱念 他们 我上个孩子 他们有念 一段时间 可是他 最近他们 就是念了 就又停住在那边 停住的话 你就不顺利 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叫他们坚持念的 以后再停住的话 我告诉你 对你都不会 都不会孝顺的 嗯 对对 所以我现在是在帮他们念 你好好帮他们念吧 你做小生意吗 就做小生意了 有什么关系了 现在你看 师父我可以 做呃 就是说可能 说卖香水的生意 还是说 做房地产呢 你房地产你说行不了 你说你这种人 做房地产行不了 呃 我做房地产 我现在在考试 二月的房地产 你有来生不了 来生有不了 对 对我现在在考啊 在考 因为你是 我以前是做了 十五年的房地产了 那你就做呀 继续做呀 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啊 我知道 我们是说 呃 就是不景气 可是那个 那探科 指导 很难拿 因为二月我要考试 不懂 你如果考 你如果考到了 你就做房地产 考不到门卖香水 有什么关系啦 人的生活 对自己来讲 只是一种 维持自己 维系 生活的一种方法而已 最重要的 活着要开心呀 对不对呀 你不从事 不从穿嘛 就可以啦 又不想发财 你又抱着这种心态的话 你做什么都很开心的 听得懂不啦 对对对 好了 是的 是的 嗯 那我 那我 我已经 在我支付的话 说了 就是我妈妈 那时是生病 我跟 菩萨 昨天跟菩萨 发言的 就是我 给我妈妈 二十八千 呃 对对对对今天是很发喜 就是说昨天去看我妈妈有好多精神很好啊 我告诉你,让一个自己的家族能够好得最快的就是转功德 转功德最快,听不懂啊? 对对对,我是怕因为不知道功德有剩多少,不晓得 不晓得的话,你再做一点,再加一点就好了嘛 对对对,我先加一点 那你能不能说看看我妈妈有没有 你好好的孝顺 你给你妈妈的功德转过去,它会好很长一段时间的 自己在家庭在家庭做就好了,看,我今天不看的,听不懂啊 这样子啊,包括我自己,我可以看我的瘦还有多久吗? 你要246打电话,今天不是246,听得懂吗? 这样子,好了 好的,师父,还有个问题是说,我想请问 有一方面就是,当时我把政令卖掉了 对方还欠我一笔钱,是不是? 是,我念一年多的经文,这是不够啊,怎样才会 就不够?一方面要写信,不断的写信给他 写信给他 你找过律师了,没找过是不是 有啊,找过律师了 找过律师,你再个人写信就没用了,找过律师再找律师再写啊 嗯,律师已经打,刚刚就是,似乎就是很不顺 可能就是因为在打过律师,因为打完了,刚刚结束了 法律师是判说,我不可以帮他讨,要由另外一个人帮他讨 所以变成,我要叫另外一个人去找收账公司帮他收 就是这样子,那你再去找啊,另外一家了 那我,我们,我会,是要念信经给他,对吗? 要 几遍啊 每天啊,信经念,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姐姐做四十九遍 对,也就是四十九遍 要的回来的啊,你就按照法庭上讲 你是在新加坡打的官司是不是 对啊,对啊 新加坡法律很厉害的 你可以,可以要的 找另外一家药商公司去要吧,好吗? 师傅,你看啊 不是,他的,他已经官司打打了 他的官司,他的官司费已经付了差不多以我的 现款的费用了 就是可能,就是他欠我大概,呃,大概三万块 他已经打,他已经花了律师费两万多,两万多块了 可是大概是就进不完 哇,三万块,两万块打官了 那他就没钱了 他拿你的钱,他拿,应该还给你的钱打官司打到两万多 那你打赢的话,他还得还你,还你三万呀 那两万块钱他自己付的呀 对,他自己付啊,可是他现在是,呃,就是没有赢 没有书,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就是这样 然后,我只能够用,呃,另外一个人的名字 来,呃,叫做账的公司去收 就收吧 没,因为我 所以打官司所有都,都很不顺啊 是啊 打官司的人肯定引起很重啊 当然不顺了 对啊,可是我 你脑子都搞不清楚了 整天这么搞来搞去 不要去打,官司有什么好打了 打也是他先打的,也不是我打,反正是他要欠我钱 他反过来在跟你打官司 对的,应该为了不想付这笔钱,所以打官司 坏蛋,那就算了 三万多块钱,三万多块钱嘛 你要是真的还过得去嘛,就算了,不要搞了 这样,呃,你输好了,那,之后可以看,呃,那我的,我的,我的 运气会,其实会比较好转 你好好的修啦 你运气整天转到这种小事情上面 好不好不了的,打这种官司,不要搞了 好吧,要放开啦,你一个人老被官司牵着 这个人运气不会好的 没有了,现在已经结束了,官司已经刚刚结束 呃,然后就是说,呃,我在早中,早一天生意做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要做什么 现在我是独房地产,可是在这时间 你可能,你可能自己做另外一个生意嘛 早就,早就钱都赚好了,三万 不要再搞了,精力,精力放在其他地方了,好了,不能跟你讲这么多了 你自己好好修吧 我要做什么 你好好修啦,你赶快把你的牌照先读出来 哎,这么没出息的,搞一个做房产的 去找得来跟人家为两三万块钱打官司 不要搞了,你累不累啊 对对对 好了好了 好 好吧 对好的,感恩师父 好了好了,再见了,好好念经吧 我告诉你,你这里亏了,菩萨会给你,另外给你的 听不懂啊 不要没出息了,再见了 嗯 好了 好,师父,拜拜 拜拜 哎 有多少人活在 一个小的,小的这个,这个狭隘的这种思维当中出也出不来 哎,太神奇了 喂 哎,哎,师父好 哎,师父好,师父稍等 请讲,请讲 哎,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 谢谢,谢谢 哎,自己的,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哎 师父,嗯 哎,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有些同修说他古古头怪死 他说他念了有很多小房子了,放了有很多声了 但是又又又恶化了,你不见好,你师父您说一下,骨头怪死有什么样的因果 骨头怪死很简单,骨头怪死就是过去动坏脑筋啊,就是因的残害人家呀,骨头属因的呀,他在里面不能看见的呀 你看人所有的骨头都是靠皮和肉包着的呀,所以骨头是属因的,你在背后因人家,暗中搞人家的人就会骨头里面出问题 生骨丸呀,什么东西都是因人家太多啊 那师父,他说这种骨骨头坏死,他也念了很多小房子,也念礼佛了,也放生了 他得说怎么,感觉就是更不好了,从哪方面入手呢,这个问题师父 你就问,你就跟他说,如果你不念小房子,不放生的话,说不定已经死了 对,明白了,明白了 你现在能够维持你,已经能够维持你生命了,像你这种业障爆发的话会这么简单啊,骨头这个病,出来就是骨癌,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明白明白 你以为了,你就是现在你的小房子,你过去已经把一座大楼,坏的大楼已经造了一堆垃圾,已经几十几年的垃圾堆在那里呢 你想两三天,就把垃圾全部铲光啊 嗯,是是是,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照 师父,人家说放生可以感动天地,如何理解这个放生可以感动天地呢,师父 放生们,因为人的慈悲心啊,才感动是天地的呀 人有慈悲心吗呢,你告诉我 有,有,有,有 啊,明白明白,谢谢师父的 因为人的慈悲心,又,喜舍,啊,慈悲喜舍全在里边的,那当然就感动天地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师父,如果一个人天天放生,哎呀,那直接是天天是屠杀了 所以啊,你有福气的人才能天天放生啊,一般的人怎么放得起啊,没钱了,所以他没有福气了呀 对对对,明白明白,嗯,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照 师父,那我,师父,如果,如果遇到不顺的话,是多放生好,还是多念小房子好呢,师父这个,这个,怎么 要看呢,你怎么不顺,不顺他有很多原因的呀 如果你是因为,嗯,不顺的话,被人家排挤的话,念解节奏呀 如果是你不顺的话,身体不好,不顺的话,你就应该念大悲咒呀 念礼婆,嗯,就是这样,他根据不同的药,是不同的病的呀 嗯,哎,明白明白,那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照 那师父,那你们不是转提神中,就是那个心想是成的吗 那你要转提神中,是不是转提菩萨和观世音菩萨一直在帮你达成心愿呢 是这个原理吗,师父,这个问题 当你去念这个经的时候,首先,菩萨,啊,转提菩萨和众位菩萨全部了知 他们全部知道了,哦,知道之后就要根据你分析你这个人的根基 你这个,求的这件事情的根源,是以善为出发点,还是以恶为出发点 他很分析的,如果你是以善的,能够对自己进入将来心灵啊,境界啊,都有好处的 他很快就达成协议了,就给你了 他要靠菩萨具体去做的,准提菩萨也不是说他亲自来帮你呀 他下面有他的护法的呀 你说台大答应一件事情,我也要关照他们红发主委会的人去做的呀,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明白,明白,明白 好,谢谢师父的,此别开始 师父,那再下一个问题 你说这种东智出生的人,有什么,从玄学方面有什么要讲究吗 东智出生的人 东智出生的人啊,东智出生的人,应该说不是地府的官嘛,就是鬼了 哦,明白,明白,有同修问,那师父,有同修问,就是说往生的时候就初一往生啊,说十五往生啊,或者是佛菩萨圣诞的时候往生,从学学方面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师父,您开始一下 你说什么,对不起啊 就是说,就是有,不是佛有往生嘛,有时候初一往生,或十五往生,或者是佛菩萨圣诞往生,从玄学方面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这个往生的时间 这个往生的时间,当然有讲究了 往生的时间你要看的,菩萨来接应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就知道了嘛 菩萨怎么时候晚上来接应的啦,一般说是白天呀 白天,那初一十五往生有什么样的讲究吗 那很好啊,初一往生就比较圆容啊 刚刚有人打电话,原来问过了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初一出生的 啊,那么然后初一走的,那就比较圆容的呀 明白吗 哦,明白,那那佛菩萨圣诞呢 像这种大的佛菩萨圣诞呢,师父 大的佛菩萨圣诞啊,那就是很好,都是很好 凡是跟菩萨的圣诞有关系的,说明你佛缘很深啊,很广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此为开设 师傅,我记得师傅您说过,许愿仪式修成的时候 师傅说报五年,那么想问一下 这五年是否全部报完,还是随着功德做的越多 小房子送下去,消业障会缩短呢,这个五年的期限 你功德越大,越多,消的越快 当然有时候,你说是说报五年 你可能就两三年就报掉了,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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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傅的,此为开设 师傅,那下一个问题 友谊再一次回答佛游转功德的问题 师傅是这样开始的 如果你妈妈一点都不相信 你转功德也很难 你转百分之五十,她收百分之二十 但是还是收得到的 所以转功德很厉害的 那百分之三十,你转过去的时候就消她的业障 所以她才拿到百分之二十 请问师傅,这百分之三十 消她的业是消哪方面的业呢? 师傅,这个问题 她妈妈有什么业就消她什么业 哦,明白了 是不是哪个业重先消哪个业 是这样吗,师傅 对,那你可能还问我 她妈妈不相信的话 你转了百分之五十 那还有收到百分之三十 那还有百分之二十到哪里去呢? 现在我问你呢 哦,对啊 你说呢? 嗯,那师傅讲 你讲啊,你知道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你那个百分之二十在她妈妈 虽然收不到收不到 但是还是,就是开始的时候 在要接收的时候 还是挡掉很多的恶的气场的 只是说 这些百分之三十是你能够得到的 还百分之二十就被挡掉了 听得懂不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被那些气场 恶的气场挡掉了 就这样 明白了 哦,明白了 如果一个人真的相 师傅 那一个人真的相信菩萨 你给他转百分之百 他马上收到百分之百了 是这样吧 对啊,有时候甚至 百分之两百都有可能啊 为啥呢 百分之两百 这还不懂啊 因为你完全接收的好 因为你完全相信的 人家给你的能量大 给你百分之一百 你是不是有加速度啊 哦,明白 物理上有加速度 是吧,是吧 是吧,是吧 这还不懂啊 嗯 哦 许个简单例子了 你本身自己就很有能量 等到人家能量一给你的时候 你自己的能量和他的能量 一合作 一合在一起的话 是不是超过一百了 啊 是的 是的,是的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好,谢谢师傅的 思维开示 嗯 那 那师傅再问一问 他转过一次之后 他 不是那百分之二十 给他挡掉了不好的气场 他下次再转的时候 是不是 百分之十 就那个百分之二十 就缩短了 那个 那个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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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短 明白了 说短了 好,谢谢师傅的 思维开示 师傅,下一个问题 人员 不是你有多少人认识你 而是多少人愿意帮你 人脉 不是你利用过多少人 而是你帮过多少人 人气 不是多少人当面恭维你 而是有多少人背后称赞你 是这样吗,师傅 完全正确 嗯 嗯 嗯 师傅 应该是师傅说的 再问一下 完全正确 你们经常拿我的话再来问我 我完全知道 嗯 哦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此为开示 师傅 下一个问题 就是看到 就看到一个佛经故事吗 讲的是佛陀时代 一位虚打长者 用黄金铺地买下奇缘 奇缘经舍 并不识给佛陀讲法 在奇缘经舍 将要建设完工的时候 虚打长者 借助舍利佛尊者的千眼通 看到了天宫中为他建造的宫殿 舍利佛尊者告诉他 这就是天上的宫殿 因为你不识经舍给佛陀说法 虽然 现在在人间的经舍尚未完成 但是刀利天宫已经为你建造好了 金碧辉煌的庄严宫殿 请问师傅 不识经舍的功德有如此之大呀 师父你开心一下 那当然了 这叫相应啊 你还不懂啊 你在人家做件善事天上 就要给你个善果呀 你在人家你给菩萨有一个道场的话 你想想看你在天上 怎么不给你做皇宫啊 这还不懂啊 哎呦 开玩笑了 很多人拿家里的 拿家里的房子出来给人家做观音堂 你知道功德无量啊 哎呦 那他只要拿出来 那天上他那个房子就显化给他流出来了 是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这样啊 你想想看你一个人做善事 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不好 对不对啊 你你比方说你 你一个中央首长派到一个贫困地区去把他们脱贫 你去做了 你把他把在下面帮人家搞得很好 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在中央里的位置更大了 对对对 是的 好了 明白了明白了 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下一个下一个问题 佛门有句话 佛观一立美 大如虚拟山 若人不了道披毛带脚环 请师父开始开始这句话吧 这还不懂啊 你不管做什么再小的事情 你就是只要做的是佛的事情 只要是做的正能量的事情 天上大的像虚拟山一样 这还不懂啊 你哪怕是布施给人家一小颗米 哪怕布施一点点东西给人家 只要是正能量的 你就大如虚拟山 他讲的不是你的东西大如虚拟山 是你的发心大如虚拟山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了 听得懂了 还有呢 披毛带脚环 你接受人家供养你不好好修 你下辈子你就都畜生去还人家 你就在人家家里做个狗啊 对 那师父如果这个人占修实修 别人供养你 你可以承受气 如果你不占修实修 你直接承受不起 是这样吧师父 下地狱 啊 下地狱的 下完地狱再出来偷人 哎呀 明白明白 地狱实际上就是惩罚 惩罚完之后 很多人还能投人 有的人投畜生 嗯 明白了吗 那师父 那来世做牛做马还 牛和马就是欠人债的 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 为什么专门说牛马呢 牛你看看牛多苦啊 马是被人家骑的 一辈子从长大开始 小马娟就给人家骑 骑到老马 最后被人家杀了 还要吃马肉 啊 你看看看 牛呢 不痰了 从小耕地 耕到老了 还要被人家杀了 还要吃牛肉 明白明白 听懂了吗 猪啊又不耕地了 听懂了 啊 猪把他养大养大 最后被人家吃了 但是他没有这种受苦的报应啊 哎 对 啊 动物不一样的 开玩笑 做牛做马 哪有说做猪做羊呢 哈哈哈哈 哈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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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大熊猫不错师傅 大熊猫不错吗 也是个 也是个畜生啊 滚来滚去 什么用啊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那师傅 你像弱人不了道 批毛带脚环 你像师傅的法会上的餐饮 全是免费的 有人浪费了 你想想师傅多可惜啊 对啊浪费 你去浪费好了 我告诉你 我我跟你们讲了 个人也自己背 对不对啊 现在有很多人啊 拿着啊 很多很多的什么工修会啊 做个负责人啊 不不不 好好的修行 啊 不好好的了道 你看看他以后的报应 你去看一看就知道了 我告诉你 他拿众生的钱用好了 到了最后你看看他是什么结局就知道了 那我才不管了 师傅那师傅 那师傅 那师傅这今年的这个 我明白明白 哎呀师傅 太多的所些事了 哎呀 哎呀感觉就没法管了 很多人我告诉你 很多人一直在造业 等到他做了差不多就走了呀 听不懂啊 明白明白明白 那师傅今年年底和2019年 这个天时会更加的加速的加快 是这样吗师傅 你讲一讲 嗯 反正正能量也加快 负能量也加快 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听得懂 明白了明白了 那师傅 嗯 师傅下一个问题 有个同修梦见一位同修说 我的房子不住了 就是说现实这个同修就马上搬走 他说我要走了上天去 你看天上的白龙马来接我了 同修看到天上出现非常漂亮的 三个白龙马 蓝天白云等 同修说那是 就说当时他老公又阻止了他去 请问师傅这个意思是他要 将要回天还是什么意思呢 对不起再讲一遍 我刚刚 我刚刚他们告诉我 那个印尼有海啸了 哎呀 已经刚初步统计就几十个人死亡 多少多少人 哎呀什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天时就这么 我在一月份的时候 给大家每年一月份的时候预测 我说过没有了 我说印尼 我说过说过说过 要海啸 火山都有 好了 那师傅这种海啸是不是人心不平引起的 是这样吗 相互嫉妒 从国法角度来说 对 杀业啊 杀业 海啸们 海啸们上次不是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妈祖 妈祖不是讲过了吗 就是杀业啊 他们印尼就是捕鱼啊 捕虾呀 这个这个怨气太大了 他就开始反扑了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此理开设 师傅 那再问一个问题吧 一个教育问题 有个师兄的孩子 现在上高中 现在不学习了 就是学不下去 也就是想 就是也上网吧打游戏 父母也给他一直念的经 就是不想学了 你针对这种情况 如何是好呢 师傅这种教育 很多这种孩子面临 很简单了 要叫要带他去共修 要让他念经 要让他接触正能量的孩子 嗯嗯嗯 你把他忘 你把他忘 很多都是学佛人的 这里一放 他就成功了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 师傅是不是这种情况 就是必须接触正能量 啊师傅 对 实际上当一个人 接触负能量的时候 他就会做坏事 接触正能量 他就会做好事 言传生教最重要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师傅下一个问题 你看现在不是流感吗 一致一致的流感 一流感 很多孩子都感冒 嗯嗯 去打去打针 从学学角度 是不是因为他们 孩子们吃荤呀 那个免疫力低下 是这样理解 是啊 我昨天晚上还在讲了 你看看猪吃什么长肉的 出的最肮脏最臭的 而且这种化学的那种饲料 再加上带有那种啊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孝 这个这个叫什么 呃 现在有激素的那些饲料 他长出来的肉 最臭的地方吃进去的 长出来的肉 你居然敢吃他的肉 你吃进去之后 你身上不有味道的啊 为什么人家说 有些有些国家的人 为什么吃吃什么味道 就身上就有什么味道啊 这还不懂啊 对对对 我懂我懂我懂 我就不讲什么国家了 你你都知道的呀 那种味道 是是是 哎好嘞 明白明白 哎呦 明白明白明白 那那你想想他们这样就是说 哎呦就是这种心脏太普遍了 动不动就一感冒一流感 班里很多人就就感冒了就去打针了 就这种免疫力低下啊 师傅 对完全正确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了明白了啊 谢谢师傅的慈离开识 师傅呃下一个问题 在历史上依然行善积德 慧及子孙的比例 这些是从传统文化讲 咱看孔子和范仲淹为例 他们的子孙后代经历了多少朝代 依然受人们的尊敬 为什么一般大人都富不过三代 而范仲淹和孔子的家族 却兴旺了八百年而不衰呢 请师傅从传统文化讲 那你首先你你你你首先想想就知道了 你想想孔子是谁了 他又不是凡人了 他是菩萨呀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这还不懂啊 你比方说你范仲淹 他有志气啊 这些人有志气啊 对对不对啊 他是当时北宋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政治家文学家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他的时期不得了的 对不对啊 你想想看 他是一个 他写的这个最有名的岳阳楼记啊 啊 对对对 啊你看看 啊你想想看 他为什么能传这么多 菩萨来的啊 哦 哎呀 都是菩萨呀 那你说为什么佛陀能够2500年还在这里 还大家还纪念他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领域بر不下去 ый领域没有一个 孔老富士菩萨 哎呀 哎呀 那师父菩萨的后代 都是这么好呢 对啊 因为都是菩萨啊 你想想看好了 对不对啊 对 他做什么 他整天都在 翻通 vec 当时整天都在帮人家 做善事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看他在泰州的西西匆那个时候 负责这种 这种盐啊 这种转销啊 你看他就是看到这种水灾啊 他就重修地暗 帮助别人 那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人你说说看 他已经不是人了 他是天上的菩萨来的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尤其他这个很厉害 他是秉公直言的人 所以他能够流传后世啊 所以你看那些 溜絮拍马的人 他不能不能很长的 在历史上 对对对对对 哎呀明白了明白了 哎呀谢谢师父的 慈悲开始 师父再问个问题 你以前说过 有些是天上下来的菩萨 菩萨不给他流后 但有些菩萨他怎么流后呢 也是天上下来的菩萨 有啊有啊很简单 因为他是有些菩萨来的 他上辈子 他好几辈子之前 他在人间的缘分还没有还尽呀 他就是来还 他还人家自己的一个气质的一个孩子呀 还了他就出家了呀 就怎么样 这还不懂啊 比方说他上前几辈子 他在成佛之前 他曾经在人间 他曾经欠人家什么什么 他到了到了人间 他还得进缘吧 进自己的缘分 要把这个事情要了结呀 所以人家说要了断 才能进空门 你不了断 你怎么进空门呢 对对对 虽然你是成员再来了菩萨 但你一旦投入人间 那些缘分都给你续起来 需要你续缘算 对了 就是像我们现在那样 你不回家探亲 人家亲戚朋友不会来看你的呀 你回家探亲 你毕竟每个人的礼物都准备好啊 对对对 明白明白 那师傅 您说 曾经录音中说 天上下来的 您说这个天上 说这个人是天上下来的 这个天上下来是指的是哪一层天呢 师傅 您开始一下 多呢 天上下来是贩子 那你还有阿修罗道 也叫天上下来的呀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 天上下来贩子 都是说天上下来 那当然了 你要说菩萨下来 那就档次不一样了 哦 我有时候指的天上下来 天人呀 哦 指的是天人 但是人 但是人就开心的 不得了 哎呦 师傅说我天上下来的 那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都是 比方说我们都是动物 突然之间说 哇 他是人哦 你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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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如果如果我们全是羊 突然之间有个人说 哎呦 这个人是羊下来的 哦 这是这个事 人下来做羊的 那么他就选为带领头羊了 哦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明白 那师傅最后您开始一下吧 那个今天是阿弥陀佛圣诞 那您开说几句吧 给广大同修 师傅 阿弥陀佛非常伟大 他用自己的愿力来救度众生 他今天能够用自己的愿力 对不对啊 能够让啊 西方极乐世界能够接引众生 你想想看他是多么多么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大佛 对不对啊 所以你想想看就知道了 他是无量佛 无量光佛 无量受佛 所以你看有的庙里为什么同样的佛有三尊啊 对不对啊 其实就是他说他的法身 他所布施出那种光芒 对不对啊 那么就是给大家众生带来 那个那个佛光普照啦 引领众生啦 所以为什么说阿弥陀佛是善导大师啊 因为他建立了极乐世界啊 对不对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阿弥陀佛他他就带带领着我们啊 能够成为成为就是说一个脱离的人间的啊虚假思维 能够进入啊正念的一个一个一个大菩萨大佛 啊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他本身就是无量受无量啊 无量得无量福的啊 让大家能够懂得这些啊 能够开智慧的 而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讲着讲着心里话啦 就是有些人真的真的都不懂了 就是你想想看你阿弥陀佛他是一种愿力所为 能够让自己能够成为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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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无量无量佛 就是说无边无量的他的气量也好他的智慧也好 他的什么东西他因为具足十念呢 人家说他具足十念成南无阿弥陀佛啊 你听得懂吗 南无实际上就是就是归命了就是归 所以你看你看他关心那个阿弥陀佛 其实他你你以后叫他无量受佛就是他呀 哦无量受佛 那师父那里佛中南无法界藏身阿弥陀佛和这个阿弥陀佛 这个南无阿弥陀佛有什么样的 当然有关系了 你想想看你想想看在人间有多少阿弥陀佛啊 每个人心中念阿弥陀佛他不就是藏身阿弥陀佛吗 你法界你法界的每个人心中念的阿弥陀佛不是阿弥陀佛藏在你心中了 明白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那西方三圣不是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大师至佛萨观世音菩萨吗 那阿弥陀佛是观世音菩萨的老师是这样吗 是就是他是 是啊 是啊是啊 所以所以你们你们过去那个悟密 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念阿弥陀经里面 你只要坚持称阿弥陀佛 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七日 对不对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忠实阿弥陀佛和诸圣忠实现其眼前吧 就是这样的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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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了懂了 师父感恩您感恩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 谢谢您师父 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儿 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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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